好那我們今天非常高興邀請到這個豐池堂的這個老闆 許楊潔為大家介紹這個因為疫情 這個三級警戒他們的一些便當菜色的一些調整 哈囉楊潔你好 你好大家好 來跟我們講一下 哇已經這個三級兩個多月了 對啊三級兩個多月了 我們店裡現在呢就只是靠外送平台 Uber跟外帶自取 所以我們最近店推出了一系列的熟食丼飯 那東西種類還蠻豐富的 然後這個因應這個外帶啊 外送是不是你的菜色就要做一些變化 就是有些太複雜的料理 就要先暫時停下來 對啊例如生魚片啊 當然是有些連鎖店家有生魚片這個東西 那但是我們自己 衛生考量啦就推出一系列的熟食 對因為生魚片他拿回家 不知道經過多少的這個車程 那萬一他時間自己拉長 他可能會誤以為是商家的這個東西不新鮮對不對 對啊 嗯嗯嗯好 然後這個呃跟我們介紹一下 你最新的一些外帶的一些特色的便當 我現在先跟各位介紹啊 我最近主打的三個外帶的品項 第一個是這個 哇贊譜 對贊譜豬排 他是經由那個豬的肋排 然後經過我的橋手呢 搭配我特殊的醃料 醃漬 合成 然後我料理的手法呢 就是用燒烤的方式 嗯嗯 對對對 然後塗上我特製的 豬肋醬 然後會呈現這種方式 那個豬肋排好像吃起來有點甜對不對 所以他是有經過特殊的這個醬汁醃漬嗎 沒錯沒錯沒錯 然後呢我第二個主打的是這個 用去骨雞腿肉 調配的 龐羊炸雞丼 嗯嗯嗯 這個成敗好像是那個雞塊要嫩對不對 如果太太老的話就不好吃 沒錯沒錯 因為他最主要是用去骨雞腿肉 嗯對然後 經過我自己那個調那個炸雞粉 吃起來 不膩 然後呢第三個主打的呢 是這個 大家都 首推的 鮭魚腹肉 鮭魚腹肉 鮭魚腹肉好像要比較油一點比較好吃對不對 對對對對對他因為他 一隻魚只有四片四條 類似那種鮭魚腹肉的飛力 所以他吃起來油脂豐富 所以一條鮭魚只有只能取四份就對了 對對對對對 那我叫楊潔雲你的這個 日本這個日式料理其實你的配菜也非常用心對不對 那配菜有沒有因為季節做一些比較當季的一些食材 有啊有啊有啊 像配菜的部分我們每天的話就是 夏天大家比較想要吃清爽的 所以我幾乎搭配的色香味 例如 當季的食杖 鵝白菜 然後跟手作的 日式 胡麻豆腐 胡麻豆腐 對然後另外一個品項就是隨機 就是說有時候是採椒 草香菇 或者說 甜椒 草杏鮑菇 之類的 我知道這個你的菜式好像都會除了這個講究好吃之外 另外你也非常講究那個 白盤還有那個顏色的配置對不對 對啊對啊 因為畢竟 看起來還要好看 因為像疫情的關係啊 很多飯店 都來搶這個外送市場 對 就變成說 你如何要在這個市場 做出 跟人家不同 而且合乎一般消費者 喜愛 除了我們主要看到這三個 你的這個便當菜生應該有十幾種對不對 對有十幾種 然後比較特別的話就是現撈的魚 像我現在有現撈的五載魚啊 有手自己現切的鰻魚 然後還有手工的大筆木魚 嗯 對 啊這個就變成當天才知道了 變成無菜單料理 變成說你如果要吃到這些現撈魚的話 可以事先前一天預訂 因為我還是一樣要去基隆採買 嗯嗯 對 哦你是自己到基隆那個卡瑪丁那邊去呢 對我還是一樣 雖然疫情嚴峻啊 那卡瑪丁那邊其實防護措施也做得不錯 就是要有三樣東西 口罩 手套 跟面罩 哦 因為人多常常會非噴非沫就對了 對 對對對 因為他基隆市長也做得蠻眼 就是防疫措施做得蠻眼的 嗯嗯嗯 所以你平常的一些菜色也是都 要跑魚市場去採買嗎 除了剛剛你講的那個 菜的話 比較特別的魚 欸食蔬的部分的話 青菜類我都會跑冰漿 冰漿再跑 對對對 那海鮮魚貨的話 幾乎都把基隆的卡瑪丁 那你這樣子一天大概能夠送到多少份的這個 外帶便當 其實今年的疫情 說實在話 比去年剛開始疫情的便當量還少 為什麼 是因為今年的外送店家變多 大家都來搶食這一塊 然後再來就是 今年會比較新 餐飲業會比較辛苦的就是 今年不提供內用 所以一堂店家 大概都掉5到7成 那像我們的店 一天 便當量大概50分到70分 跟去年也不少 那如果說我們這個 一兩個禮拜有稍微微解封 可能會開放內用的話 你有沒有預先做好一些擋板還是什麼壓克力板 我目前應該還不暫時考慮內用 因為我還是希望說 要顧到消費者跟我們自己的安全 所以我還是等到全部解封了降級了全部正常運作 我才會提供內用 所以即使是微解封 你也不會開放 對 我暫時不跟進 那就變成外帶的這個部分要持續 因為其實這一兩個月會因為分流上班 所以外帶量會稍微降低對不對 對 對 沒錯 那等到八九月份 如果說稍微降級 或者是稍微這個解封的 可能公司航號正常上班 他的外帶需求就會增加 對 希望了 所以你可能還要再熬一個月就對 就其實我覺得 因為去年的經驗來說 那今年其實就比較沒有這麼慌亂 去年3月已經最恐慌的時候了 對 去年3月的時候已經經歷過一次 只是說去年沒有經驗去處理 那今年的話因為有經驗 然後外送平台其實持續了一年多在運作 那基本客群有穩定 那只是說今年 所有夜生活譬如說八大類股 那很多消夜場就沒辦法做 不然我去年其實還有做消夜場 哦 對對對對對 而且我覺得你的價位很有競爭力 因為你等於是100出頭 100多塊 剛好是這個介於 這個一般的便當 如果你想要再吃好一點 你還負擔得起 那也不用花到兩三百塊對不對 對真的不用 因為其實我們店內價跟外送平台差不了多少 那疫情這個期間我們還是希望說 客人如果疫情還沒有趨緩盡量就叫外帶就可以 對因為我們這個七八十塊的便當吃久也會膩 因為基本上通常都是只有主菜能吃配菜都隨便 沒錯沒錯沒錯 那其實各有各的 我覺得每個店都有各有的特色 那我覺得只要以我自己來說 我覺得做好我自己 該做的本分 然後我想呈現出 這間店 帶給客人不一樣的風格 那這段時間你有沒有去試一些研發一些新菜色 就是 還滿有啊 等於工作量相對也稍微減少了一點 減少對才有 新的東西譬如說 唐陽蝦球 新東西 新東西 唐陽蝦球所鳳梨洞 然後跟松阪珠胡麻醬 這是新的 你等於是把它重新再配了 因為減輕工作量之後 還有新的餘力 去研發 然後剛好我變成說 推出這兩樣新的東西 是這個月才推出